各位好,当你前面搭完巡轨迹之后, 我们现在开始讲抓手, 即机械手臂去拿东西, 这儿你由第34页开始搭抓手, 由34页一直去,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5, 45就这儿完成了,由第46页开始, 它就会装了一个视伏的控制器, 那个就是用来控制机械手, 那你完成了之后,你现在就见到第47页, 就跟我现在完成这个是一样的, 跟着我就将这个产品拼到那辆车那里, 然后我就会去试那个操控, 连着PS2,你跟着就是会做这样东西的, 整了之后,我们将这个东西, 现在我手上就是有一部, 现在这部车就已经是连着那个爪爪在一起的, 那我可以现在就开始去示范这个动作, 那我们先开了那个机, 跟着就是这个PS2制, 我们跟它对了之后, 这部车就现在就是我可以去向前向后, 那它还可以, 当我向前的时候有两盏LED灯亮的, 当我向后的时候, 你见到那个RGB灯都会亮的, 然后可以随意地左转右转, 跟着我就有这个手制那里, 我们可以控制它那个, 这个就是, 这个爪就是下面那个L2和R2, 那就是控制这个爪, 同一时间你可以一路控制的车, 一路都可以控制这个爪的, 和转弯这个就是要讲灵活性, 大致上我这个部份是已经完成的了, 多谢各位